直衡大对决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直板和最好的横板进行一次比赛 这不是按国际来 而是按打法来 所以第一场就是马林对波尔 现在双方打成了1比1 进行了第三局 大家可以注意双方的发球接发球技术 现在是波尔发球1比 看看马林怎么接波尔的发球 漂亮 马林在上手的时候非常快 从第一局的时候 波尔对马林有边而来 所以马林的发球白短 他都拉起来 马林当时有点措手不及 从第二局来说 马林就抓住这个手 你拉起来我脱后半步 我想赢你 从而就说的把波尔这个球破了 从第三局来说 波尔要想赢的话 第一个就说的 我拉起来我注意质量 再一个就说我拉错要配合 这样的话也可以打罢马林 所以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 不光是斗勇 更多的还是要斗智 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 就是在抢弓上手上 看谁能够先上手 谁先上手 必须要有好的发球 要有好的前三板 你看马林这种球 波尔就很难上手 他又快又短 弧性又低 所以这样波尔没有办法 来不及 只能是回摆 那稍微一高 这样马林就可以上手 3比4 好球 现在马林后的这板太凶了 所以你看波尔下意识的往后退 所以你的这个拉球的凶狠度 很强的时候 那么对方揭发球就有压力 本来可以接好 由于你后的这板吓唬他 所以他接不好 高调弧弦拉得很转 这段马林上手非常多 马林他毕竟还是 这个大赛经验很丰富 在这局里头 波尔还是变化不大 马林还能维持这种 能够发扬这种进攻这种强势 宁愿失误我要拼命的去进攻 尤其是进攻波尔拉就来的时候 因为这种球 挡没有办法 对 一挡的话 就是说的马林的反手相对还是弱一些 那就是搏一下 漂亮 连续拉 第三板 第四板 漂亮 大家看到了在这样快速的攻守交换中 这个说明了马林具有很好的防守能力 还有就是防守后的转攻能力 4比7 切一板 波尔今天一个优点就是在往前的球的处理都是非常好的 没有失误一次 四次都成功 横板是乒乓球发源的根源 开始没有直板 是后来到了中国日本 特别是日本中国韩国 逐渐的就发展去直板 我记得好像南斯拉夫曾经过去有一个直板 对 叫卡拉卡舍维奇 他的儿子现在还在打球 还在打球 但是呢 看着这个外国人用直板 我们就感觉很别扭 两个人的拉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拉的弧线都非常低 而且旋转都比较强 这样的话呢 就很难反拉 波尔现在6比8落后两分 这是第三局 逆旋转 你看波尔今天就是牵制马林的这个正手 压住马林的反手 这个意图从一开始就这样的实施 对 这一局是胜负的一个关键一局 所以在五局三胜的比赛当中 第三局的胜负之为重要 哦 倒地了 好的 你看马林这个聪明 一般的人可能就玩命来这一板 这一板的话可能就失误了 所以他一看到波尔倒了 他轻轻兜了一板 高弧线 这样的把握性就非常大 李日导你对他们两个的发挥 你觉得发挥出几分现在 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有八九分 都还是不错的 一般来说运动员的发挥啊七分 就算及格 现在李日导给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确实打得非常精彩 现在陈静呢做了个示意让波尔过来 可能是他的号码步开了 因为波尔跟马林打的话 以前要输的话都是输得特别快 0比3啊1比4啊输得很快 咬住了以后对马林的确是一个挑战 就每次打得比较紧的时候 波尔才能有赢的机会 现在场上比分9比7 马林你先两分 短的 漂亮 马林这个也是一个先进的技术 就是直板横打 他完全用反手推挡 他的进攻能力就不够 漂亮 大家看到马林的直板横 横拉的